有沒有曾經試過被忽略? 或者究竟還有沒有人愛我? 很久之前經歷了一段不開心的時間 我有這樣的想法 覺得身邊那麼多的朋友 但是我感覺不到 我不知道哪些是我真正的朋友 好像被離棄一樣 你的意思是不開心的時候 是自己不開心的 對 自己有不開心的時候 你找他們他們都不理你 那怎樣慢慢變成今天都被愛包圍呢? 我覺得是因為自己都成熟了 還有我有一個信念 我覺得很重要 自己都沒有那麼收藏 反而會更開放 更多一些 還有被別人去疼我 這個是過程來的 所以你這首歌是唱給未知道 或未成熟地去處理感情需要的人 還是怎樣呢? 以一個第三者的身份去唱 還是怎樣的表達?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很大的話題 因為也是在說人生的財富 所以這首歌只要是用感情的話題去做一個例子 窮一生還要貴寶得到料 再說一下Dear John 你們四個女孩子 是不是只此過一次在Dear Jane的演唱會 唱兩首歌之後 然後在音樂平台發表兩首歌之後 其實這個項目是完結的呢?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其實是想 一路是想 就是完結了Dear Jane的演唱會 就想繼續去試試做不同的音樂 因為 但你們四個有個角望的 是啊 我相信阿Jude自己都要準備她自己的新歌 是啊 但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項目很特別 因為我們四個都做回自己的事 但是 我們都會抽點時間一起去做一下歌 可不可以問你們四個在阿Jude角度的一個共通點 和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共通點 就是大家都 中文不聰明 但Shiga已經算是最好的 最聰明那個 是嗎? 即是她錄音不用寫拼音了? 是啊 阿Jude也不用 阿Jude要 阿Jude也要 是啊 但她都比我好多 總之我好像最差勁 有時候我們聊天都會跟你們唱公司的要員說 阿Jude公司是會簽一些不懂中文的歌手 是啊 很奇怪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即是所有其他有志意入行 而你又不是很懂中文的 又想唱廣東歌 為何天會放我在這裡 就去這間公司 這個是你們的共通點 那音樂上呢? 音樂上不同 音樂上不同 對 就是風格不同 阿Jude比較Rock Shiga比較情歌 還有格仔也是 我比較upbeat的音樂 那你們四個一起錄音的時候 會不會很吵 還是唱片公司特意知道你們吵 就是分開你們 終於知道誰錄音的時候 你們不要在這裡 反而吵是覺得好玩 很熱鬧 大家都 那個個人性很特別 是不是四個都是不同性格的女生 對 不同 我覺得 Shiga最 最多話說的 Shiga反而是最多話說的 你這些東西爆不爆得 爆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